您覺得在拜登或者川普當選之後 對於所謂的兩岸關係 或者是個別的關係 您覺得會變更好還是變得更不好 因為我問這個問題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 因為其實在座大家可能都是企業主 那當然包含了很多中小企業主 還有包含了另外一個族群 就是現在台灣大家都在買股票 所以這些都是對大家生活上 有一點很切身的關係的一些問題 所以想請教一下蔡博士 不敢 買股票你比我那行 中美關係不會太好 但是也不會太差 會繼續纏鬥下去 很熱鬧但是不會撕破臉 沒有理由為任何事情開戰 表面上好像菲律賓可以打一仗 台灣可以打一仗 沒有 他們沒有任何理由打仗 剛才郭正亮博士給我們很大的 很好的概念 就是Historical picture 可是中美兩國有在Historical picture 有什麼太大差異嗎 沒有耶 有歷史仇恨嗎 沒有耶 有民主矛盾嗎 沒有耶 而且全世界亞洲地區最親美的 裡面有親美的比重有多高 菲律賓第一 日本第二 韓國第三 台灣第四 對不起 第五就是中國大陸 它也算是上一個親美的國家的一個文化 你在這種沒有太多的歷史仇恨或者歷史的形象差異太大 要付出太大大價 代價去打一仗的可能性是沒有的啦 那你說為台灣問題嗎 我的判斷是沒有變過 台灣是交易的籌碼 那正因為我們是交易的籌碼 我們就有生存的空間 因為他們兩邊只要不想打仗 我們就會活得好好的 但是我們不要自己是以為 我們可以去 因此就可以去搞台灣獨立 或者我們再去搞中國統一 對不起 都不行 那因為我們這兩個都不要去玩真的 那資金會慢慢回來台灣 台資回來台灣 然後外資也覺得台灣不錯 所以股票就一波一波就推上去 其實我們台灣的股票 這個我們黃沖仁不在現場 也沒在聽 這個你不要以為台灣的半導體都很賺錢 黃沖仁的股票現在還27塊 對不對 那只有台積電上700多塊而已 台積電的市值 占了台灣股票市場的市值 降落三分之一 所以他漲股票就上去了 你看他漲那麼多 黃沖仁的股票還一直在20幾塊 從90幾塊跌下來 現在20幾塊爬來爬去 他叫利基電他叫台積電 差一個字怎麼差這麼多 對不對 那你以為聯電好嗎 還好一點而已嘛 對不對 不能跟聯發科比嘛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我們是靠台積電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永遠靠台積電 台積電的時代遲早會過去 因為不可能有一個產業一個技術 能夠獨霸世界超過30年 不可能 因為後來者居上 有人會彎道超車 日本車子獨霸全世界也不過30年 現在也被彎道超車了 所以科技的發展很難講 那我是認為就是說 我們是在一種 一種自認為沒有太大尊嚴底下的活著 我很欣賞大陸的電影叫活著 就是這個哲學 不要當出頭鳥 不要以為自己是大力士 高喊什麼台灣人的尊嚴啊 這個悲哀的台灣人 台灣人已經狗死運過好了 我就翻給你看啦 從來沒看過運氣那麼好 威力賓當時被打爛掉了 日本被打爛掉 沖繩被打爛掉 沒有 韓國被打爛掉了 連越南都打爛掉了 連新加坡也被打爛過一次啊 不是沒有啊 那台灣已經幸運中的幸運 不要太得意忘形 以為幸運永遠會在 想太多了 我們要好好的保守 好不好 OK 謝謝我蔡博士 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這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松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improvements Masters 第9 風磚 出 Mus 出品 爆装 能